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包含了手机相关族群也开始翻扬了 胎股可用这边还很多吗 但是这些个股的关键点位怎么抓 先问你请教分析师张家豪了 阿豪老师好 婷娟大家好 我是阿豪 好 胎股在盘整盘 盘整盘当中表现个股是呈现两极化的 营收黑马股短线喷出压都压不住 这些强势股会持续地吸引盘面人气吗 不要追要小心 有些个股的短线已经出现了高档转弱 甚至拉高出货的疑虑了 该怎么变分明 今天问你请教阿豪老师 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盘 还是呈现一个比较年八达的盘 阿豪老师我们帮大家先看一下 三大盘盘后的一个筹码部分 外资开始有一点点加大卖超力度了 这一波还是投信最挺台股 先来看一下投信 已经是025买了 今天再买超39亿元 不过我要请教阿豪老师 因为其实今天的盘 早上表现还不错 只是有点上攻无力 但还是欠缺成交量的一个关键 那但是你之前一直提醒大家的1682 今天早上好像一度要突破的一个方向 那但是今天呢 突破又没有完全地往上来做个表态 现在又呈现压回来 等于收了一个上影线 这代表什么意思 后面的一个走势 接下来会如何呢 好 首先先谢谢婷娟 谢谢我们1600股民开奖的制作群 大家真的很用心 在收完盘之后帮各位去整理出来 这个三大法人 他的一个买卖超的资料 那其实这说真的 我们如果是一般的散户的话 大概也只能够拿到这些资料 所以我的地位是什么 我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我希望说除了这些资料之外 我们能够用在实战上的一些技术分析 帮各位能够去抓到 接下来比较有机会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比如说我们在礼拜一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奇怪 为什么美股也没有开车 但是台积电它就拼命的拉 其实我们看来看去 它就只想要做一个点 它是想要去攻击8月24号 这一根K棒的这个最高点 16822 结果今天它真的是攻上去了 那攻上去之后 现在最让传统技术分析诟病的就是 那你没有量 量缩的情况之下 那你过高的话 那不就是被人家K下来吗 所以今天在盘中的时候 确实有很多人看到过高之后 有做一个获利落代的一个动作 但是如果说以目前 这几年的一个观察手法来讲的话 如果说它无量的情况之下 继续要去走涨 那只能够走一个方 只能够用一个方法 那叫做嘎空 就是无量上涨走嘎空 但是你要做这一个方法的时候 你就开工不能够再有回头键 也就是说你这个地方 明明架构出一个上升直角三角形 但是却无量的情况之下 你只能够用嘎空 强嘎空的方式上去 但是你一上去的时候 你就不应该再有回头键 所以我觉得回头键在什么地方 16651 以这个点当成是一个 防守的一个观察点就够了 那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 现在最欠缺的就是MACD MACD其实它已经慢慢的 从这地方跌破零走 现在已经只差一点点 又回到零走之上了 如果说这个MACD 它能够往上再推一点点 回到零走之上的时候 那我觉得它用无量上涨走嘎空 这一种情况的拉高的几率 就会拉高很大 但是开工千万不要再有回头键 我觉得简单的一个观察就是这样 好 那如果就像阿浩老师 帮大家来做个沙盘推演 接下来盘面的一个走势 如果这个大盘真的要持续往上 走一个嘎空 要一股很大的力量 这个力量关键 是不是来自就在台积电身上呢 它的走势后续怎么看 对 那是当然的 因为它是第一大权重股 所以你要拉指数的话 应该说你要掌控指数的一个方向的话 台积电它是最比较有效率的 所以我们再接着在台积电的一个部分 我觉得像它今天的一个走势 大概接下来就是两个观察重点 第一个观察重点就是我们上 在礼拜一的时候有跟各位去提到的 上礼拜的那个最低点 543块钱 543块钱 它就是在这一个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防收点 那另外呢 我记得我们那时候亭捐 也是亭捐在主持的时候 那时候法说会隔天是不是直接跳空 对 掉空跌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我就说 你先不要去猜多还是猜空 你就记住那一个收盘价 7月21号那一个收盘价 是多少钱 560块 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一段时间 它的这一个跳空 它其实花了蛮多的时间 蛮多的时间 希望能够把这些筹码 福尔给清洗干净 如果说这个543 它能够守住 并且站上这个560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刚才提到的 无量上涨 你要用嘎空 因为你只剩下嘎空这一条路 那那个成功的几率 就会高出很多了 不过因为在盘整盘里面 我们发现到 其实真的很多个股 它的公司是压都压不住的 我们就切下去 看个股的一个表现 像我们昨天才提到 老师最近很多的口袋名单 真的是表现在盘面当中 非常的突出 包括雷昂今天 还有继续创高的 这个都还可以继续留意吗 对 其实我们昨天有提到了 这个放空的这个操作 那其实我们电视机前面的 各个姐姐绝大多数 都觉得说那个放空好遥远 那到底放空是什么概念 我就简单的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像3715的这个电影 这个是我们在上一集的通告 在8月7号那一天 我就已经把它放到 我们Light的这个 祭祀本里面的口袋名单了 那其实你会发现 其实8月份 普遍的一个大盘下压的过程当中 大部分的股票也跟着 跟着往下 做了一个修正 那时候我们去看了一下 它在31块钱 那放空的概念是什么 也就是说你在31块钱 你觉得说这档股票可能不太好 所以你去借人家的股票 现在31块钱先在市场上卖掉了 但是卖掉之后你发现 怎么它没有跌到20块 没有跌到10块 反而一路涨着涨着 已经涨了一倍 涨到了62块了 涨到62块的时候 那你现在欠人家的是什么 你现在欠人家的是一张股票 可是你现在要还人家股票的时候 你已经买不到30块的股票 你必须要用两倍的钱 去买人家的股票 这种叫做放空 那实际上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子 我们把龙卷余额 因为你要去借人家的股票来卖 你必须要去市场上借股票 所以龙卷余额就从这个地方 本来只有114张结果 最高点来到了 这个快要6000张 所以像这种东西的时候 我昨天再度的跟各位去强调 要放空的 真的都要很厉害很厉害的这些高手 那我说我们的哥哥姐姐 其实你本身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 在盘中一直在盯盘 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 对 我是觉得说同样的这种情况 我们看到比较不好的股票 我们就暂时避开就好了 懂得去避开风险 那等到它接下来有机会的时候 是不是有更多的本钱 可以去奋力一己 所以这个是我们在昨天 其实播出之后 很多人听说 放空到底是什么东西 怎么很多人会把放空 当成是很罪恶的事情 其实我再次的澄清 会放空你就要有把握赚到钱 不然的话你就很有可能 你卖掉30块 结果你现在要还人家股票 你要花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股价真正涨了一倍 那不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对 那其实呢 阿老师刚刚提到 如果我们现在想要选做多的标的 我们就是避开风险 等待机会 其实昨天老师 就已经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 一个新的机会点在哪里 金像电 今天整体PCB热道爆炸 它还用跳空突破 这看来的态势才刚发动吗 所以这也是我刚才 为什么一开始我要感谢婷娟 真的很辛苦 包括说我们的制作单位 每天在收完盘之后 这么用心的帮各位去整理出来 三大法人的买卖操 那我们去抓一下 我们刚才看到 唯一一直在买一直在买的 是不是就是在外 那个投信的部分 所以我在这一起 这一起的一个 祭祀本里面的口袋名单 我就帮各位去整理出来 过去的这八月份 大盘在不好的时候 但是投信他们一直逆势 在加码买进去的一些股票 结果后来我们发现 到底是谁赢的 比如说像这个金像电 外资在这一段时间 它卖超了一万八千张 但是实际上有一万五千张 都被投信给接走了 我们昨天是不是 还特别提出来说 它在这一段时间 整整整理了两个礼拜 没有动就是没有动 后来今天用跳空的方式上去 那跳空的方式上去 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代表的是如果同样的 在这个157块 我比如说在这个157块 就说这档股票真的很不好 很烂的 那去放空的 融券的张数增加了还蛮多的 可是同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可不可以选择 比较轻松的方式 你在这一个月当中 你看着大盘一直在跌 但是你的股票一直在涨 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受 而且你只做一个动作 到今天它跳空上去的时候 创得缩反性高的时候 那就是我们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 比较轻松的方式 帮我们去创造人生应有的财富 这个就是在本期的一个祭祀本 那包括说我们祭祀本 其实我真的会非常的鼓励 我们的观众朋友 八月份大家已经闷了一整个月了 对 现在重点是在于 投信他们有没有要做账 那投信做账的一个名单 很有机会就是 他们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面 拼命买 买了一缸子的 比如说像这个也是我们祭祀本里面的 一个口袋名班 6285的奇迹 你要每天在这边猜多猜空 猜多猜空 你不觉得很累吗 你要连续对一个月 你必须要连续三十天都猜对 猜多猜空都猜对 可是你在这地方买进去 到今天它不只是创了今年的新高 它是创了二十年的新高 那各位 这样子也大概三成左右 所以我觉得这个一个逻辑 简单的一个逻辑 给各位再度的跟各位去强调 你真的要放空 你真的就要有把我做到转捷 那都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高手 可是如果说跟姐姐觉得 我们就比较轻松就好的话 我就会比较建议各位 扫描QR Code 扫描QR Code之后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口袋名单 口袋名单在哪里呢 在这个祭祀本 扫描QR Code之后 这个是一个按钮 这个祭祀本点进去 你就可以把这个口袋名单 先把它抓下来 当然除了这些口袋名单之外 这几天很多人也很关心 8月份其实也有很多 蛮强势的股票 对 对啊 整整都已经涨得快要一倍了 那接下来9月还能够细呢 还能够再继续做呢 所以我们在网络教学的部分 就把这个系统 跟伪权店的这个关键点 跟各位来去做一个说明 所以你如果说 对于这个比较热门的股票 它的实战的关键点 有想要进一步了解的话 记得加LINE之后呢 要再按一下这个178 这个也是一个回复的按键 按一下178的话 系统它就会自动的传送给你 今天这个系统跟伪权店 这两档实战 你的一个关键点位在什么地方 有兴趣的可以扫描QR Code 再按178 好 包含了8月份的一个 强势指标系统伪权店 以及在接下来9月份 可能投信可能的作战方向 相关的口袋敏感关键点操作 大家想知道的话 可以在阿浩老师LINE当中 来做进一步的一个了解咯 好 那么在今天盘面里面 还可以注意一下 真的是个股表现非常的两极化 今天不好的材料KY 银帮营收大暴增股价续充 但是台要台光电要追 要小心是不是有转弱迅航了呢 等一下回来请教阿宇老师 欢迎回到600股民开讲 看到今天股会接入 台币中场是扁7.2分的 收在31.967元的价位 好 今天要请教阿宇老师了 因为今天的盘继续还是一个亮缩 没有攻击亮的盘 但是我想问一下阿宇老师 因为今天看到你的提示 就提醒大家逢压亮缩 但是还有一句话 其实引起我注意 你说买卖双方僵持 现在亮缩就问题出在多空僵持吗 到底方向怎么看 最主要这个要从大盘的一个K线 来了解一下 大盘K线 这几日我一再强调 这个低点 这个高点 它的一个颈线 那要突破可以 但是呢 要带亮 对 为什么没亮啊 没有亮 那指数位置却是僵持在这个位置区域 你不觉得到底要怎么操作 是 对啊 问题是这样子 之前我在讲麦当劳的时候 有没有人相信 没有人相信 大家上看一万八 对不对 那是急切想要赚钱的一些投资人 大家一窝蜂栽进来 结果你看看 现在是套劳还是赚钱 是套的 套劳 那重点来了 他希望股价再高一点 让他解套 但是解套了没有 还没有 还没 那买邦的一个看法是这样子 要破底 我才出手买 想买便宜 对 跟买房地产一样嘛 你卖邦的开的价钱 跟买邦想出的价钱 误差太大 那就是要收鞋的汤了嘛 加收鞋 所以最近的盘 所以僵持在这个位置区域的原因所在在这里 解套的人希望股价再拉高一点让他去解套 那买邦的人希望破底我再来买 所以最近的行情一直僵在这里 那今天最奇特的 在开盘 开盘 我们这个要看这里了 好 对不对 现在已经收盘了嘛 大家都看得懂了嘛 对不对 那这个开盘就要卖 那 那 尾盘 再回补 这样可以赚当充的价差嘛 但实际上操作 你会这么想吗 开高 通常投资人一窝蜂就摘下去了 对不对 就买了 买了好啊 他开高走低啊 是不是 所以我说嘛 我们东森财经台的投资朋友 最有福了 得到的都是领先消息 不是收完盘 才给你说那些马后炮 对吧 8.45分 二宜老师已经提示出 这个油价还有美在殖利率攀升 所以美股 昨天四大指数 平均是小跌 那盘后继续小跌 日韩平均也小涨一点点 看都没胜 包括我们台子旗开盘 也感觉不出 有那个杀意哦 知道了 二宜老师8点45分 已经提醒 买卖双方相持哦 逢高里该怎么做 占卖帮 你不占卖帮 这些欧油了 开高走低 所以偏空作业 比较有利 这就是我们东森 财经台所有的观众朋友 最大的福气 每天你可以加入 二宜老师Lite以后 每天在8点45分 就发出这样的一个提示 对投资朋友真的帮助很大 不是收完盘才能告诉你结论 会怎么样 马后炮 8点45分 连大盘的盘都还没开 就已经告诉你 要怎么操作 然后收完盘 还有一个明日应对的谋略 隔天这个盘会怎么变动 你要接戏要小心 当然找不出一些头绪 不知道找什么股票好 来很简单 领起明日之心 点一下都有 然后明日之心 隔天就是我们的战果分享 就环环相扣息息相关 所以这就是我们东森 财经台所有投资朋友 最大的福利就是在这里 领先整个市场 来那接下来 很多投资朋友 近期一再的反映 老师既然僵持的盘 也可以做多 为什么你会偏空作业 我说这时候要做多 要非常非常小心 不是不能做 是要非常小心 为什么 因为今年跟往年不一样 因为我们台湾企业 上市上跪公司 超过三分之二以上的 这些上市上跪 互利是衰退 互利衰退 换算一下是 1600档以上的股票 要三十几米多 当然你要买 OK 可以 二一老师建议 已经很久的那些口袋名单 前一名 前两名的 而且节目也一再提示材料 这是二一老师口袋名单第一名 从去年12629那时候 百一块 起到现在 1,120 对 涨了十倍了 它为什么涨这么多 基本上 我说真的台湾企业要财报这么漂亮的 千分之一 以千取一 来 首先 我要警惕我们所有看软体的 或者单纯只看技术指标在操作的投资朋友 一定要小心 你碰到这种股票 涨十倍 有的假厉害 涨了一倍 有这个指标超热 我就去把它放空 这个指标超热 我就去把它放空 这个指标超热 我又去空 你还真的不知道它的轻重 黑白空 那就是很单纯 只用技术分析 切入股市的人 最吃亏的地方 为什么 因为你没看到它的财报 我就说 台湾企业要财报这么漂亮的 没得吹 而且我之前也提示过 怎么推算它的合理价 那我们就预估 它今年大概可以赚多少钱 你大概盘算一下 计算机按一下 25倍的本利比 合情合理 那合理价就出来了 你还会一路 去把它空空空空空吗 你反而过来是 拉回就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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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几乎每隔月 都在介绍材料 包括下一档 银帮也是 是 银帮也是 涨了十一倍 当初 1629的时候 介绍这种股票 没人知道 不知道他为什么好 这是二一老师口袋名单的第二名 有的同样 你用技术温馨 你去逢高做空 逢高做空 你看你哪里赚到钱 都奥子 为什么 你看到他财报 一几磅漂亮 当然我这个时候 再叫你去买材料买银帮 都涨十倍了 都涨了十倍 十一倍了 当然新光头 除非就是蓝量很足的人 勉为其难 因为太多投资朋友 一直在跟二一老师的网路这边 一直在反应 老师你抓股票就会比较厚 那怎么不帮我抓那个 可以做多的股票 OK 那真的今天勉为其难 勉为其难 当然我们操作是这样 贏要穿输要求 你会有一个存在 因为我们尽量不 背离这个主流去做 现在我给你介绍的就是 红宝 勉为其难 只有一档 你看看他的价量齐阳 在技术角度OK 而且他修正了大概 将近了两个月的时间了 筹码大概都已经稳定了 那为什么二一老师介绍这个红宝呢 他好在哪里 都不错 最大的利基点在这里 本益比才11倍 比较安全 我说实话 现在要做多我会担担 但是就 投资人的反应就是要做多 但是我就仅仅给你介绍这支 红宝 让你参考参考 再来 我们最主要尊重趋势去做 不要逆势而为 但现在就是顺势而为做空 找若是股技术面 还有这个基本面劣势的个股 来 现在就是身家 来 这样 我就等你 转折 转折讯号 那为什么我们选择这个身家呢 来 你看 跟刚刚二一老师介绍的 那个基本面很强 那种很漂亮的那些个股 有没有很大的区别 很大的区别 来 我们再来看 易龙也是 我都在等你这个转折 很明显的 这个个股就到这里就好了 我们说实在 再追下去风险越来越大 我们来这里是要探紧的 不是来赌硬器的 包括台药也是 对不对 来 就等你转折 我刚刚才听摄影师讲 昨天台药涨停板 很多很多 很多老师都在讲台药 是 拜托 它好在哪里 你告诉我 它好在哪里 本益比80倍 台积电才17倍 它好在哪里 这个要真的要高度高度的提防小心 不是看股票涨就一定要讲那个 尊重这个股票它的好坏 不要害死投资朋友 来 台光电影师 一路涨 一路涨 对 指标都涨到背里了 涨可以 但是相对的 基本面要跟上来 你基本面没有跟上来 你这样涨的话很危险 为什么 来 你看一下 本益比45倍 我就说台积电才17倍 是 这个股票 你看 都是绿的 所以我还说 老师朋友 定要洗衣 一筒东西 贾突破 真拉回 多方的要提防 麦芽浮现 赶快加入二宜老师的LINE 领取 对你非常有帮助的资料 谢谢你 好 谢谢二宜老师 好 谢谢你 五分钟